美国检察官已经拿到一份关于起诉阿桑奇的密件。 图源,路透社海外网11月16日电,多加外媒16日报道称,美国自罚部准备对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奇提起诉讼,并希望能在美审判他。 不久后,英国路透社指出,美国检察官已经拿到一份关于起诉阿桑奇的密件。 报道称,这份文件出自美国联邦法院,文件最初是密封的,本周不知何故被棋封。 文件显示,美国检方此前试图在阿桑奇被捕之前,对起诉他仪式保密,以确保他无法逃避被逮捕,引渡的命运。 文件认为,由于被告老谋深散,加上再也没有其他更可怕的方法,眼下任何缺乏保密的程序,都无法充分保障执法需求。 文件进一步写道,想公诉状,宣誓书,逮捕令,以及所有动议,都需要在阿桑奇被捕之前,得以保密。 截至发告时间,美国官员在未对文件披露的信息置评,阿桑奇面临贺重指控也尚不清楚。 美国官员此前曾承认,亚历沙大联邦检察官,一直在对阿桑奇进行漫长的刑事调查,包括国务卿彭克奥在内的白宫高官,还曾公开呼吁起诉阿桑奇。 有媒体报道称,美国检察官们最近一年来讨论了,可能对阿桑奇脾气的一系列指控。 消息人士拒绝透露,美国是否在与英国霍勒光多尔,近一度阿桑奇的问题进行谈判,但他们表示,最近围绕阿桑奇的事件,令他们高兴,美国政府此前没有证实也没有否。 2. 见关于对阿桑奇的司法诉求 现年47岁的阿桑奇2006年创建网站雷吉解密,后因泄露大量情报遭到美国通缉,还因一起强奸案,受到瑞典方面的指控。 2012年,阿桑奇获得厄瓜多尔的政治庇护,此后便一直藏身于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内。 今年1月,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埃斯皮诺发称,厄政府已授予阿桑奇厄瓜多尔公民身份。 今年7月,多家西方媒体曾援引消息人士书发称,厄瓜多尔与英国大使协议,将停止对阿桑奇的政治庇护,并将其移交给英方。 阿桑奇曾表示,非常担心瑞典,会将其引渡至美国。 在美国,他将面临泄露政府机密的指控,并有可能被判处死刑。 今年10月29日,阿桑奇宣称厄瓜多尔方面,有意结束给予他的在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的庇护,并将他移交给美国。 但是,一名厄瓜多尔负责人,对阿桑奇的说法表示否认。 感谢您的支持 订阅与家族未经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